财富指挥官财富掌停板 而且呢今天要跟各位讲起说 做一个老师啊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甚至呢我们是财经老师 所以呢如果能够帮助各位找到未来的赚钱之道 如果能够帮助各位拼经济的话 请各位留意哦 等一下你看完我们的节目 我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啊 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能够把这个有一点困难的盘势 其实不是有一点是相当困难的盘势 跟各位讲的非常的清楚 而且呢我们所讲出来的股票 讲出来的未来各位能够认同的话 我觉得三个动作你要去做了 第一件事情呢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 请你记得啊 就如同我一直跟各位强调的啊 没有人跟你喊营建股的时候 我们跟你讲说国建这地方大地震一定要上来了 大地震要把这些所谓都根案七建都要一起办了 得到全世界都说哎呀 赶快跟着台积电去买永信去买高雄的时候 行情总在没有人看好的时候开始 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得到全市场重口塑金 一致的时候短线上就要拉回 所以我现在先讲短线基本上这只是跟各位讲一个经验 所以如果说等一下我们跟各位所讲的第一个这个行情你是非常的认同 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未来的股票你愿意跟谁的话 那最简单 我希望各位跟着我来做动作 否则的话我必须要这么说 再快的媒体都会让你觉得没有做到第一手一定来不及啊 所以只做第一手啊赚钱一定有 你千万不要等到说哎呀 那么各大电视开始慢慢在讲了 最后的报纸跑出来 甚至晚上排排做的一大堆节目 还有人说是收视率冠军的节目都跑出来的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那个股票就要休息了 最近的行情就是这个样子 甚至呢有的只有一天 我也直接这么告诉各位啊 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件事 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是一天行情呢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第二个假如说你今天认同我们的 第一个请你想办法直接跟上我们 跟着我们的动作 第二个你起码少个like 我是说真的啦 给我个给我个鼓励嘛 最起码哎 YT订阅加上开启小铃铛 现在我们要充一下这里面的人数啊 所以今天呢我要先跟各位说啊 所有的事情从农年开始的第一天啊 就已经注定了耶 各位知道吗 什么叫从农年开始的第一天就注定 我们现在看结果论好了 各位注意啊 这是农年2月15号 其实2月15号的时候我上股市现场 2月16号的时候我特别把这张留下来 因为这里面包含光盛 包含上权都已经写在上面了 我说台积电跟日月光的核心就叫做什么 台积电跟日月光的核心就叫做细光子啊 各位没有发觉一件事啊 回到所谓的2月15号的前后啊 那你如果说当时你做的是细光子的时候呢 那么当时的上权才是80块钱 注意哦 我现在是要跟各位讲说 没有想到从那一天开始 从农年的第一天开始啊 那么强股跟弱股啊 就已经开始分出来了 如果当时你做的是六四四的光盛的话 当时是72块钱 而现在呢来到了177块钱 今天被限制交易啊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啊 当时的台积电跟你说什么 当时的我跟你说什么 我说请你注意哦 接下来的台积电关心的是细光子哦 接下来台积电不关心细制裁哦 来这里面这一集节目你可以去看 2月15号2月16号你都可以看 因为16号标题写的更明显 所以我把它16号给你看 你要看股市现场也有同样的一些内容 我说请你注意哦 台积电接了NVIDIA的订单之后呢 你看 这张都已经这么破破烂烂的 我已经讲这么多次了 那因为台积电跟NVIDIA NVIDIA现在说 他只要做到三奈米制程就好了 两奈米制程太贵了 他不要所以你干脆用封装的用所谓细光子来替代我 所以台积电呢 我说过每次台积电只要从 5奈米要进军3奈米 7奈米要进军5奈米 等于说他奈米数越做越少的时候 他需要细制裁 但是呢 当他告诉你说他不需要细制裁的时候 请你记得啊 赶快先远离细制裁啊 从那天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分离 各位来看一下3035的制圆啊 天啊 正好是开场的第一天耶 天啊 正好是开场的第一天耶 有没有想过啊 这个时候假如你做细光子啊 是上天堂啊 你做上泉做光盛是上天堂啊 而你去做到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细制裁 现在不是住套房而已 现在是爱白叫母啦 因为各位看到没有 这跌了两千多块钱啊 跌多少 两千五百块跌了46%耶 你要看一下资源吗 跌35%耶 你要看不下231 231更长了 你要看一下6531的爱普嘛 都非常严重耶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同样是多头行情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呢 而且今天啊 我今天说不定要告诉你 B200的红海大涨 那你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伪创不会涨 伪创是人气最高的呢 伪创做的叫A100 有了B200 有了B200 你觉得企业还会去想要买A100吗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耶 为什么一直在这个地方 开始出现有强有弱的情况 开始出现了所谓的 在产业链出现有强有弱的状况 我说到目前为止 特别是电子股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电子股这个地方 真的叫做龙年啊 那么一边叫做所谓龙 一边是舍天龙对地虎啊 当然第二个 我们还会提到520总统要讲什么 我觉得520总统呢 可能还是会对于军工 还是会有所表现哦 那甚至呢 对于重电可能还是会有所表现 你不要说老师今天重电拉回啊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重电其实呢 那么还有一些所谓最主要的股票 还要跟各位来讲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会从这个地方 来做第二段的文章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来 我说过今天的盘要让各位讲的服服听听 注意啊 从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是答案了 从第一天开始就是答案了 如果各位真的懂得波浪理论的时候呢 你去算一下 从这里涨到这里呢 刚好是费波南极系数的43天 从这里拉回来呢 各位注意我最近在讲这个理论啊 这里是43天 是刚好也就是所谓费波南极系数 第二个拉回来 你这个比较容易算这个8天啊 反弹到今天是不是13天啊 我再讲一次哦 这里是43天哦 费波南极系数 再回来这里是8天哦 在这里上来的时候是多少 这上来是13天哦 8跟13大家很熟悉吧 8321这样一路加过去嘛 所以接下来呢 哦可能是5天 可能是8天的一个拉回啊 那5天到8天的拉回 或者说就在这个地方整理啊 我认为指数可能会撑一下啊 5天到8天是不是刚好到520啊 520是不是又盘整了啊 盘整的时候如果总统讲说 哎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产业 是不是又喷上去了 所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我们台湾这样已经是非常好了 因为这波行情谈得够高 所以形成横向的整理 至于美国啊 看起来应该是ABC三波啊 各位看到没有啊 A波B波可能还有C波啊 台湾已经是No.1了 就是因为全世界都进入了整理 整理就是怎样 换股定胜负 资金如流水 我每一个标题都是为了你啊 哎我都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真的有感受到 每一个标题都是为了你啊 谁有人在细光子第一天的时候 当时没有人在谈论细光子耶 也只有我一个人告诉你说 刘德英他本身来讲的话 40年前他就是以细光子作为论文拿到博士的 所以刘德英当我们的董事长 他是No.1非常好的 谁知道他现在为了北美啊 这件事情可能就下台了 所以呢 还是告诉你这句话 台积电移到美国去 张庄某说不行 我现在看起来张庄某说的是对的 我只能这样把责任推给张庄某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台湾人半夜两点会去修机台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不用半夜两点下午六点叫他留下来修机台 他都不肯 那这中间成本差多大 我直接讲 就算英代尔有比我们台积电更厉害的研发团队 更厉害的技术 更厉害的美国科学在后面盯着 我们台湾人这种苦干实干的精神 爆干的精神 他跟不上了 所以其实我要这么形容一句话 接下来今天的主轴呢 请你各位一件事 记得该换股票要换股票 你不要跟我讲说老师 这个跌多深啊 谈两千五百块 你当我 我就算给你按那个什么 给你插电给你急救 给你叫救护车都不见得有办法 我只问你一件事 为什么这段时间里面没有好好的听一下 我几乎你看这张看一下好不好 我都不好意思叫非凡兆了 我整个破了了去啊 好的老师是这样在帮你的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其实今天行情里面还是在走啊 我们先讲一下所谓台积电这次的影响 现在全世界都要靠台积电 所以为什么今天雷蒙多讲说 哇你们如果说今天台积电被中国大陆抢走 美国的经济会垮 美国军队会垮 因为美国连飞机上面都装台积电的晶片 好这个我们先暂且画下 总之呢现在台湾啊 说叫载机指数 现在台湾的产业说是靠台积电 台积电走到哪里可不可以买 我告诉你当然还可以买 这档台积电高雄概念股张行涨停板了 而且呢今天把第二个主题也跟各位来讲好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们认为啊那么520总统要讲什么 哇怎么先把结论讲完了 先把结论讲完也可以啦 总之呢第一档来台积电概念股 其实台积电在高雄还有相当重要的一些 所谓带动性质的作用 请你想办法跟上来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各位看到没有来注意哦 像这一档股票啊 中科院上一次呢 标了7亿元 今年标多少50亿 7倍哦 原来上一次只是试试你能不能做啊 注意啊这叫新的军工概念股啊 一口气标7倍耶 我说真的一件事是很少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情况的 所以这两档股票呢 请你务必无论如何跟上来 因为盘整出标股 而且你一定要换股票 所以呢亲爱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里面 要换股票一定要想办法说服你 就像什么来吧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下 注意哦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点跳脱时代了 已经跳到五月份了 又回到三月份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请你记得这叫Cowars 当时我跟你讲Cowars的时候可能还没人知道什么叫Cowars 我说Cowars里面将来注意哦这里面已经到了光电模组啊 甚至光引擎的部分 所以呢当时各位看到没有 74块钱的时候请你务必无论如何跟上光盛啊 我当时还跟你讲光盛一定会比过谁 比过4979的华星光 当时的6442的光盛一定会比过什么 都当时说70几块钱 会比过4979的华星光 华星光150最后真的会比下去啊 甚至它是一个主动元件 各位看76块钱隔天2月16号 2月16号它拉上去15号切的啊 过完年之后切的结果一路上往上飙啊 证据在这里啊各位看到没有 你要不要跟到这样的团队 顺便跟你讲哎赶快哦 很多人那个时候打电话来说老师 你讲C字才不好哎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M31卖掉啊 老师啊哎真的要卖那个吗 我说你你卖个两张好不好啊 我五张你卖个两张 两张半你会慢慢的想要卖 结果弄了半天 他真的后来刚刚赶快把它卖掉 你看这一来一回差多少 到现在为止各位看到没有 前两天的时候又提到了 那么台积电我一听到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有点忙忙的 为什么当这个所谓3363拉回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拉回 哇听到说台积电可能要到 2027年才能够做细光子 后来呢他告诉你 现在的张小强博士告诉你说我2025年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细光子呢 放在这个位置把它插进去 虽然这样子看起来比较不漂亮 而且是可装卸 COUPE又是一个新的字你插不到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可装卸型的插拔器连接器啊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你看 又把它等到2027年才做得出来 所以你看我的节目真的是 我说真的一件事 因为现在要讲AI好累你知道没有 它不是全部都上涨 它是一点一点的在上涨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这些所谓的细致才 你要懂得这些细致才 我现在真的必须要告诉各位说 请你注意 现在每一分每一分都已经走进专业 从今年农年开始呢 其实就走进专业化了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野 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 从细致才到整个一个所谓的 因为台积电已经告诉你 我现在不用买细致才了 应该这么说 台积电不会告诉你 他不要买世新 但是台积电会告诉你说 我三奈米以下我不做了 那请问一下 你再继续做下去吗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找一个听得懂的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找一个 真的愿意用半导体产业链 全景图给你分析的 而台积电告诉你说我要做什么 做Covos我要做什么 做CPU那难道各位 没有想到说这样去做吗 我说你就算去做2449的金元店都还有钱 虽然最近是跌回来 你就算是371的日月光还有钱 那为什么会跌回来 又进入第二阶段 故事快讲不完 3月18号的时候 那么辉达的一个所谓的 整个供应商大会 GTC大会已经到出来了 他那个时候开始跟你讲所罗门了 他没有再讲晶片了 他跟你说B200完了之后 他就没有再有新的了 我有跟你讲说B200是左右两边横放的 刚才那张图表 是左右两边横放的 那在这里 那表示怎样 表示辉达做不出新的花样了 你说黄老师你怎么这么了解电子 我真的很认真研究 我也是一般所谓金融科系毕业的 你这个去问电子股 他也没有反应 我一看这么多年的 以前手机说什么 要在卫星上面看铁达尼号 我就知道说这一定到 电子股的一个极限 他再怎么厉害 他总会有个极限 你那个奈米再怎么切 现在有个很哀米 什么什么米 那做出来 做出来跟量产差很多 他科技一定会有个极限 而且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这时候跟你讲 机器人表示怎样 表示我的晶片可能没有新花样了 知道吗 就算我跟你讲3583的新云好了 还有涨一小段 这个这个 我的晶片可能没有什么新花样了 那下一个你要听到说 我把订单交给谁 他交一半给他 交一堆给他 才会再涨 等一下我们再讲第二段 所以股票市场现在就是要换股了 我只能这样跟你说 真的要理由全部讲到你清楚 还真的很困难 无论如何 请各位记得一件事 我都会带各位走最轻松的道路 现在进入整理局了 这么形容一件事 电子股可能细光值比较好 那你要看到军工概念股 其实有新的会出来 所以各股表现 像这辆股票 中科月拿50亿 中科月上次七亿 这次50亿 无论如何 请你务必如何 一定要赶快跟上 因为现在好股票会越来越少 三角形整理格局 再看一次 三角形整理格局 要延续一阵子的状况之下 未来好的股票会越来越少 请你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暂停 暂停 再暂停 等你电话 我们节目还是会以电子股为主 但是各位注意到一件事 不管是电子股 我们台湾已经算很好 我已经再次给你强调 属于高档本身的一个 所谓三角形整理 那么未来可能就在这个 19500到这个20500点之间 那么这1000点之间来回震荡 来回震荡 那这里面来说的话 盘整 盘整 除非在盘整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必须要这么说 电子股可能你蛮多要卖掉的 或者说蛮多它就不太会动 或者说各位记得一件事 盘整两句话 一个叫盘整出标股 所以这次的一个标股 我相信在520的时候 总统讲什么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还是会跟各位讲说 总统奖的股票 尤其像刚才跟各位提到的 这个叫总统奖好不好 就叫做总统奖好了 520标股基本上跟政策一定有相关的 尤其是我们台湾现在面对 中国大陆本身的一个 所谓的威胁的状况之下 那么这些能够应用到 我们台湾的电子股上面 这是电子股 能够应用到台湾的电子股上面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来说的话 当然总统倒是要讲什么很重要 那当然6月的时候 那么黄南勋要讲什么很重要 6月的时候NVIDIA 人家说是不是又讲机器人 我认为这个部分是的确有可能 我是不想在这边跟各位讲说 哎呀我所罗门你看他没有 41块6 42块3就进去了 42块3就进去了 然后一直拼到多少 拼到116块钱才把它卖掉 我想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讲这个已经 可以说是现在已经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是九支停板 我也跟你讲说 你说老师 我现在来参加再来一个所罗门 我想有的时候股票市场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也是要死也运也命也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说好 假设你已经至少你在电视上知道 你如果参加我的会有没有 你会有所罗门对不对 这是刚才讲的第一种选择 第二种不管你少赖的或是看YT 或是看节目的 你至少知道说所罗门现在在涨的时候 我已经一而再再三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 那我表示挥达不会涨过这个点 挥达真的没过这个高点 对不对 亲爱的投资朋友 挥达有过这里的高点吗 没有啊 SMC有过这里的高点吗 没有啊 所以美国股市其实它整理的态势 比我们还要想象的更为弱势 基本上它是在所谓的整个一个半年线 半年线跟这个所谓的之间 它最后是达到半年线 各位看到没120耶 120按错了按错 来来120各位看到没有 在120跟60天线之间来做一个整理 我们台湾股市已经摸到前面去了 当然我们是因为台积电占了比数的关系 但是台积电也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 台积电只有它能够生产 我们刚才 昨天节目也跟你讲过了 美国就算有再厉害的技术了 美国人那个机台坏掉 它就是在家里睡觉 你知道吗 光是一个机台坏掉 可能要损失几千万元 那我们台湾能跑去修理 这几千万元省起来 那机台如果坏个七八次的话 那不得了英戴尔的成本 比台积电贵这么多 懂不懂我的意思 机台坏七八次 上面的材料也完蛋了 然后整个产能也完蛋了 然后要等它修好又一段时间 所以为什么英戴尔技术 就算做得再好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 就算去到了凤凰城 台积电也就不变成台积电了 所以台积电里面还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他们是台湾人 刻苦耐劳 半夜两点就很愿意出来 做为了责任赶来做事情 那这个在美国是没有的事 所以单独台积电的生产有一个优点 就是台湾每一个地方只要给台积电点到了 每一个地方只要给台积电点到了 就涨上去 但是缺点如果在AI的发展上面 只有它能够生产 这明显是不足的 那没有办法落实到消费市场 因为只有台积电生产 那个晶片会很贵 你放到手机 放到笔电上面去 那都不可能啊 一片二三十万 你放进去笔电要卖多少钱 你放进去手机要卖多少钱 这就是你现在所碰到的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各位可以发觉一件事 B200之后呢 其实我相信灰达也没有那个心要推新的东西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出现很大的分野 如果你相信我的 你跟上了2359的索罗门 你做了机器人 指数继续整理 其实指数从农年的第一天就开始整理 我现在要把所有的故事讲给你听了 你没发现吗 指数从农年的第一天 它上涨的角度跟过去就已经完全不一样 而且刚好是43天 各位看到没有 这么准呢 43天你把废物难支系数拿了算 这边呢8天 这边呢13天了 接下来呢5天吧 应该是这样吧 OK 所以将来会有ABCDE 还有X坡 明天我再画图给你看 我今天没有时间画 因为今天那张图也忘记带过来了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基本上来说 反正你还记得是盘整出标股 这样也可以啦 你不要把那个坡浪念得好像 走火入魔那种感觉 但是基本上 我做老师我要把它讲得很清楚 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件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一定要能够分清楚 各位看到没有来吧 这是A100 以前还说可以卖到大陆去 你昨天没有听到说 英代尔的晶片不能卖去大陆吗 你昨天没有听到说 因为英代尔晶片不能卖大陆 所以今天利基怎样啊 今天就利基今天也没怎样 说什么这个2388的 因为这些晶片 2388的卫生这些晶片 跟英代也不能比嘛 那也高通也不能卖过去啦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你看一下 A100的你觉得很OK吗 A100的你觉得很OK吗 甚至我们就这么讲了 那A100不做了 那他们当然会连带受害 甚至各位看到没有 以中国大陆为中心 我就跟你讲你等着破题吧 以中国大陆为中心 你就等着破题了 我就直接这么讲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电子股我现在要直接说 如果你套牢超过五党以上 请你务必无论如何换股定胜负 要不然的话指数我已经告诉你了 从这里到这里 这要再讲久了 我是画一个假设图 一记之内你就 因为达到半年线了 美国达到半年线了 你不要说三四个月之内 你要解套可能都没那么容易 那只有一档股票好 为什么 就是他了 2317的红毯 第一个他前段吃了机器人 后段呢 然后又听到说 逼200这个地方能够这么去做 好这就是我跟各位讲 所有的知识了 只做第一手 赚钱一定有 卖也要卖在第一手 买也要买在第一手 这才是真正赚钱 那今天还有一些 所谓真正第一手的股票 比较少 但是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盘整政策概念股很重要了 盘整政策概念股很重要了 新军工概念股 你觉得这股票会不会涨 第一个打完双底 第二个部分 总统谈话的时候 应该会谈到 我讲的是赖总统 不是蔡总统 赖总统谈话的时候 一定会谈到军工股 一定会谈到我们国内的 电子跟军工本身的一个结合 我欢迎所有朋友想尽办法 把好的股票 现在好的股票什么都有 只要会涨就是好的股票 只要会跌就是不好的股票 欢迎各位 我手上来讲的话 今天就直接跟各位讲了 你觉得最热门的 一个叫营业地产 一个叫做军工在我们手上 欢迎各位跟上我们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记得该换股就换股 请你今天晚上务必一定要做 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展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适合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